這個 Wildforce 2022 衝擊力最高的活動 物理操弄職業摔角賽事現場 我是今天的主播易先生 在我旁邊的是NTW的賽事解說 超級大直 回回三年 我們終於回到了台北花博現場 今天 我們將為你們帶來三場真正的職業摔角賽事 不過 在那之前 畢竟都過了三年了 以免各位觀眾忘記 職業摔角到底該怎麼看 所以 專業的我們 請了專人來為各位服務 各位 讓我們歡迎 二支總帥 二王 卡 之 藥 今晚我墓了 你晚安 還挺召酷的 請香,那邊 months去海浦 沒回來看看 戲單人來搶先 你後來搶先入獄 耶穌圳 我贏了好嗎 我贏了好嗎 我贏了好喝 我贏了好喝 You got me, you won't play This time to wake your mind I'm too late as you knew Three fucking generations Get to wherever you're so goo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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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Hello, everyone! 歡迎來到我們WOLFORCE 物理超度離開的現場! 我是Kazuya,一個來自台灣版圖的職業摔摔摔摔摔! 我們大概已經三年沒有回到這個地方了 上一次在這個地方打比賽已經是2019年了 是不是有點太久了? 是不是有點太久了? 是! 未免大家要忘記怎麼看職業摔摔摔 我要讓大家知道怎麼樣通過職業摔摔樂樂在其中 說不定今天請了兩位 NTW冠軍級的選手在現場 分別是我們的雙打冠軍LUCIFO 跟SKAY! 好的! S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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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啦,不好意思 我們再一次好不好 翼先生 怎麼了怎麼了? 我們再一次好不好? 喔好好好 S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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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們今天請這兩位來教大家怎麼看職業摔腳 直接雙腳分出勝負的動作呢 總共基本上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雙肩著地 我們請我們的LUCIFOR給我們的SKAY一個BODYSLAND 法高 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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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肩 außer hill 開水帶在地鼠 1 2 3 這個時候 等一下你沒事吧 欸你真帥欸 我們剛剛不是在後面說我們學清帥嗎 說我們真 她是你雙打啪的呢 有一個選手被對方壓制 雙肩著地 並且由裁判數三秒的時候 如果假設三秒都讀到了 那就是這個選手的獲勝 來給SKY一個掌聲 接下來 下一個翻出勝負的方式是投降 有時候你會在台上看到一個選手 對另外一個選手做出一些關節技動作 總不能又是你對他做了嗎 哈哈哈 來我做一個關節技動作 至少裁判隊旁邊問 Give up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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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行還不行還不行 還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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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行還不行還不行 還不行還不行還不行 give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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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在裁判 看到其中一個選手對另外一個選手做出關節技 或者一些可能會逼迫對方投降的動作的時候 裁判會直接貼近我們的選手 而且大聲的問他 Give up You give up 你要不要放棄 如果假設這個人 決定要放棄場比賽他可能用講的 他可能用講的 Give up I give up 但是如果假設他沒有辦法講話 他可能可以用力的拍幾雷台或拍雞雞的手 像剛剛直概那樣 欸我沒有想到你剛剛被鎖住0.3秒就拍了欸 0.3秒欸 你沒事齁 直接摔角都是真的齁 我是說真的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分出勝負的方式 是 場外 20秒的時間 由誰來執行呢 好 現在我們的實概 完全不理對方 逃出場外 這時候裁判就開始數 我們不要數20秒齁 我們直接從15開始 大家一起數 15 16 17 18 19 19 20 敲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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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表示我們其中一個選手 失去戰役 他就會被判成這個比賽的輸家 而這個選手就 獲勝 好 請回歸雷台 然後接下來是個有趣的環節 Everybody 職業摔角選手呢 都要遵循我們職業摔角的規則 我們有一個規則叫做五秒判定 五秒判定 五秒判定就是每一個選手 不管他在做什麼動作 來我們由Sky 對我們的Lucifer做一個Headlock 好 這個時候Lucifer就碰到了繩索 好 這個時候裁判就會說 欸你已經碰到繩索了 你不能再動了 1 2 3 4 5 如果假設五秒他都不願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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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Sky過來一下 過來一下 你看他 OK 五秒為例這個東西 就是你今天不管在做什麼動作 如果你的對手碰到了繩索 這個動作就必須被停止 但是因為中間五秒的盲區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面 選手基本上做什麼東西 除了攻擊要害之外 都是允許的 直接摔角盤裡面 有幾個東西絕對不能碰 一個是攻擊要害 比如說Sky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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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幫我 你先幫我把他一個body's lens 我們要讓你來報一下仇 好啦齁 好,Lucyphone,來來來來,幫我一下 像這種攻擊 是不應該的 哈哈 好啦,沒事啦,你肩挺如山啦,好不好 你已經不是個寶寶了 你是個城寶,好不好 好,OK 要害不能用拳擊打臉 不能攻擊橫隔膜 不能攻擊下體,OK 這是幾個規則 最後,有些時候就是有一些選手 會故意的不遵守這些規則 比如說 好,這個時候SKY,讓你休息一下啦 好不好,你拿一下 幫我拿好不好,可以吧 好,可以吧 Lucyphone是個好選手 他對我用了一般的軸擊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我對他做這個動作 他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因為他是好選手 請大家給他一個大聲的歡呼 來來,再一次 但是 但是我很壞 Move Move 欸,我不用教耶 所以大家記得,當你看到比賽 有一些正派的選手,做出正規的動作的時候 請大家給他熱烈的掌聲 熱烈的歡呼 但是,如果這個選手 他做了一些犯規的行為,該怎麼辦 Move Move 大家都準備好了 請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所有的職業雙腳賽 我們感謝我們的SKY跟我們的Lucyphone Move 我們的職業雙腳比賽 就要正式開始了 由你們最熱情的心 最熱血的眼神 準備我們的第一場比賽 我們把畫面給到我們的易先生跟我們的陳俠智 好 我們這邊再次謝謝我們的二王卡 最好給各位帶來的職業雙腳的 專業教學 那我們這邊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入我們第一場的比賽 World Frost特別單打賽 30分鐘一本勝負 首先 入場的是 是 來自 夢之國度的 開心國 公主 女生喔 女生喔 一場之間 為了 我唱歌了 我唱歌 Almighty我和你 我和你伟壇 可惜 哇哇 終わりだって 踊りだって 孤独啊 Jed 接下来是他的对手 地狱小丑 The Joker 一开始就拍这么强的给他 接下来是他的对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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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角落的是 開心國 公主 藍色角落的是 The Joker 好 好的 我們這邊第一場比賽開始了 尤其是邀請到我旁邊非常專業的 NTW 賽斯解說 超級大隻 哎 先生好 大家好 兩位選手分別是歐盟的Joker隊 向西開心國公主 他一個公主成為一個新人 面對到這位女 將你覺得這場陣子 一開始完全不知道他來幹嘛 容無其名Joker 心狠狡詐 沒錯 那這場比賽的話 開心國公主的經驗 必定不知道 我一定要看到 Joker 馬上直接中了Joker技 馬上直接固定惡話不說 但是他一開始看一個公主 還非常要停電視乳 馬上做了掙脫 做了第一時間的反擊 Joker們還做了CTS的固定 想到落後 背後 哇 讓這位老將知道自己 也不是一個菜籍啊 是 開心國公主一開始的話 是趨於烈士 馬上被The Joker控制住 哦 真的背負了一個重力的首級 但是開心國公主一開始 躺住了 哇 前面對著一個角落 再一次 一個反彈的破壞力 利用對方衝擊一個速度 把對方救個摔到地上 再一次漂亮 這樣Joker就散了 這樣Joker就散了 哦 鑽頭腳 正在口緊部的攻擊 但是剛好Joker是背面 所以他從背部 破壞力更大 哇 這樣子的話 直接吃嘴了Joker的 囂張那張嘴啊 哈哈 哎呦 一開始 再一次優勢之後 不提著Joker的胸膛 大量的攻擊 哇 目前 現在開心國公主 把比賽的節奏 放在自己手上 非常漂亮喔 完全看不出來 是一個新人的感覺 把對方壓在角落之後 大量的走不及 其實開心國公主也不算新人了 畢竟也出道一年多了 那當然相較於Joker是比較新一點的 他現在的比賽經驗也是相當足夠 但是Joker好像露出一些笑臉 彷彿拍起火公主的攻擊 一點用都沒有 再次真的角落連續的攻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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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Joker好像彷彿之間樂在其中了 沒錯 他現在已經把他更興奮了 哈哈 不愧是拿手的招式 不愧是來自地獄的小丑 就如此這樣的招式 在他眼中 不算什麼 是 反而越打他越開心 你看開心國公主 現在開心不起來了 哇 變成不開心國公主 哇 Joker直接踩出 開心國公主 一個犯規的動作 繼承的是以往我們 Sirker月亮馬戲團隊的傳統 沒錯 擅長的犯規動作 喔 要針對 膝蓋的關節器 沒錯 他現在開始破壞開心國公主的四肢 看著你非常靈活 本上 開運功主 最後還是摸到了繩索 好 觸神 但是 Joker不會放過他的 再來一次 針對 哇 這是大技的破壞 喔 針對他腳踝關節的攻擊 這個對他的行動力 相當所影響 在體格上面 開運功主 已經是劣勢的情況下面 放Joker想要以 封鎖他的敏捷性為主 沒錯 他的四肢都受到攻擊了 影響他後面的發招 針對錯腿 從腳踝膝蓋 大腿全面性的破壞 沒錯 他現在就針對他的左腳 不斷的在攻擊他的左腳 Joker這邊心狠手蠟 可以開始我們主任組的機會 明星是月亮馬戲團的主宰 再一次的犯規伎良 踩出對方的喉 觀眾給予虛聲啊 這個虛聲對 就可來講是掌聲 真的 他最喜歡聽到別人痛苦的聲音 哇 就是一次 把對方看國主壓來腳踝之後 跟Joker連續針對 胸強的踢擊 現在裁判對Joker發出了警告 現在裁判對Joker發出了警告 不可以在身邊攻擊 再一次完全無視裁判的存在 沒錯 沒有你把他拚了 但是 The Joker 一樣在安撫裁判之後 感覺又會再下山爛招數再一次 想嘗試把對方的腿 掛在繩索上面 用繩索來做的是一個關節 針對左腳繼續破壞 開心國公主不停地愛好 現在裁判努烈出面自直 但是 Joker依然不肯放手 再次利用繩索 控制住之後 針對左腳 喔~~~~~ 被一個飛帶踢擊地空踢擊到他的走席桿 然後這裡地表兩下 雖然左腳是被破壞帶進來還是有功夫依然還是堅持下來 只有開場短短的一瞬間掌握到了優勢 但後續還是被Joker這邊完全掌握了整盤大局 登場賽事已經過五分鐘 現在Joker被拋到 想要拋他就被反拋 第二次衝撞開攻速明年掌握 反而Joker自己卡在了角度上 想讓危險的一個大腳揮空 找到開旋攻速攻速的機會 把一個牛頭全落下 都全落下對中文這邊造成的衝衝 進行的壓制 會成功嗎 Joker沒有那麼輕鬆 他這邊只是輕鬆的抬起 右手右肩底地掙脫 但是剛剛的攻擊似乎一定有受到的破壞力 破壞到Joker的攻勢 我們都知道Joker已狡詐出身 剛才那一機案Joker陷入了暈眩之後 是開心國公主非常好的進攻機會 開心國公主要把握現在藍頭的機會 馬上做了一個反壓制 本身就無從陷阱一般的男人 果然是狡障的Joker 又找到一個機會 再度的壓制 兩秒的壓制為了得手 凱莉躲過主角很危險 想用一個機密高 沒有想到凱莉的攻速這邊 剛才看到他夾在日方的身上 牛頭選龍蝦沒有反應被通常給閃過 沒有想到接了 提了一下 真的Joker這邊還沒有反應過來 馬上再一次 卡薩豆花 漂亮這一季 連續兩次的牛頭選龍蝦成功對Joker 打出了傷害 但是以真理大學來說 Joker的體力應該還算足夠 對 但是現在已經切入了頑部 立實是固定 馬上就成 這樣的固定男士就可待 馬上碰到繩索之後 有裁判叫停 是 角度不太好 太靠近繩索便宜 採用工作招式自己 也是消耗非常大量的體力 雙方現在進入到的是 一個體力的R巨傘 沒錯 講用精明喔 再次被卡薪某承受了 又切到這麼破壞 你攻擊我左腳 我破壞你的右手 沒錯 切入了斜固 完全把這個 Joker的右手控制住 他是在力量比拼上面 已經到的是一個地板機的比拼 Joker非常靈活 用自己的腳 鋪住到了繩索 裁判這邊只能叫停 開心果公主 難得的固定機會 應該把握機會繼續的攻擊啊 回復體力之後馬上利用神鎖 但是一個上段踢擊中段 對方的一個衝擊 衛旋踢 正中開心果公主的頭部 連續兩次踢擊之後 Oh my god 這裡新來到什麼 沒有在上面 是一個Facebuster 破壞了 開心果公主的面部 再來一個是一個直擊 開心果公主 連續大量的重創 兩下的拍照 三下 結束了 比賽結束 破壞的是 地獄銷售 的 兄們 比賽 下一場賽事緊接著會在晚上六點開始 請各位觀眾 盡早入座